歡迎來到學用數學 數學有用 今天要看建中科學班102填充期 現在它給個n 它恰有四個正因數 大小的最大最小的正因數之和 是另外兩個的15倍 那一開始呢我們就要先來討論 四個正因數有哪種情況呢 它如果寫著標準分解式 有第一種情況 對就是p的三四方 那第二種情況呢 就是n會等於p跟q 因為這樣因數個是五次方加1都會對 那在第一種情況裡面 我們要列出來的關係 就是p3加1 那這邊呢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就是15倍的這個p平加p 那這裡呢還可以分解p3加1呢 就變成什麼p加1乘p平-p加1 後面得到15倍的這個p乘上p加1 那這邊呢再約掉 那我們這邊就會解出來 p平減掉16p加1等於0 那這裡沒有整數解 所以這個呢是不合的 這是矛盾的 ok好 在第二種情況要處理的就是pq加1 會等於15倍的這個p加q 好那這邊呢我們就是一樣就可以利用補項來做音式分解 pq-15p-15q 那等於呢-1 這裡補一個什麼225 這邊再補225 那這個四值呢就可以轉換成p-15乘上這個q-15 然後等於這個224 224的話是15的平方-1平方 所以呢是14乘16 那14乘16我們可以再分 這邊就是2的這個5次方乘上這個7 好但寫到這邊 對但寫到這邊不要急著寫 數量就是5加1乘上1加1 好然後再除2 好這邊6個這個是有問題的 因為呢我剛的pq呢這邊是什麼 限定是直數 所以後面還是要需要做一些討論 好那這裡的話呢 這裡p跟q它都是大於2的 這裡p跟q都是大於2的直數 所以pq都是這個基數 好那基數減掉基數呢還是偶數 所以呢一開始 對所以一開始在做分類討論的時候呢 左右都要先各給一個2 好那接下來剩下的這個是2的3乘7 好接著呢這23乘7 然後這邊有8個有4組 我們再來分配 接下來剩下23乘7再來分配 所以這邊呢就是1配上這個56 然後呢這個是2 這配上這個是28 然後接著是4跟這個7 好現在pq都對勝-15 所以我們只要考慮這四種情況就可以了 接著呢就找到對應的pq的結 好所以這邊是加上15 所以這邊是17 這邊是127 好這兩個都直數 好那接下來是19配這個71 23配43 還有這個29配31 好那這幾組呢都是直數 所以答案呢就是有4個 好所以簡單的再回顧一下 好所以簡單的再回顧一下 好所以簡單回顧一下 這幾也是蠻複雜的 就是要先什麼 先從q是個因素來做這個什麼判斷 那判斷完之後呢 我們要用強迫音式分解 那音式分解完之後呢 還要注意一個討論 就是通過呢直數的把這條件再做限縮 還要做個檢查 概念上也不是說太難 但是呢它組合太多東西 所以使得要在考場能夠解出來 這個難度就增加許多